因為有復科的藥 又有新陳代謝科的藥 然後全部加在一起 早上一起來 我就先打開藥盒 然後第一個就先打第一格的吃掉 然後可能到劇組 然後中午再一格 晚餐再一格 可是然後最後要睡 就是可能回家之前又要再吃一顆 然後就變成 我有好多的藥盒 那至於多囊性軟巢這個東西 醫生也說 這個就變成 你只能夠去控管 他的狀況會不會好轉 因為多囊可能 他會讓你提早更年期 然後也有可能會讓你不孕 那其實我又很想要再生一胎 一直以來就是 我很想要再讓你一台目有一個手足 就變成我現在也是 就是在吃藥服藥 然後也不能夠懷孕 那當我現在身體狀況 也不能夠懷孕 其實這一切對我的打擊還蠻大的 因為有復科的藥 又有新陳代謝科的藥 然後全部加在一起 然後找 你知道每天 就算我拍戲 一早上一起來 我就先打開藥盒 然後第一個 就先打第一格的吃掉 然後可能到劇組 然後中午再一格 晚餐再一格 然後最後要睡 就是可能回家之前 又要再吃一顆 然後就變成 我有好多的藥盒 然後每天都會帶藥盒 然後有的可能會引起一些 比較不適的反應 就是可能會有點噁心 想吐或幹嘛 但是你在工作的過程中 你還是一定要把它忍下來 那我覺得 當然 我覺得如果吃藥 再加上那個藥裡面 可能多少有一些 就是 也有可能會讓你變胖的 那個 就像內部唇那些東西 所以等於 就是我吃藥也有可能會胖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很崩潰的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先問醫生 我就問新陳代謝科醫生說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治好我 因為他算是 很多人介紹 算一個比較厲害的 他就跟我講說 我真的不能確定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會有醫生跟我講這種話 他就說 因為說真的 假狀腺低下 就什麼東西 他就 就是如果你有可能 你吃藥吃藥 慢慢慢慢 就好了 但是也有可能 你吃藥吃藥 吃到後來 你就是一輩子要吃藥 因為他會變成 慢性病跟隨著你 那至於多囊性暖潮這個東西 醫生也說 這個就變成 你只能控管他的狀況 會不會好轉 因為多囊可能 他會讓你提早更年期 然後也有可能會讓你不孕 那其實我又很想要再生一胎 一直以來 就是 就是我很想要再讓你一胎木 有一個手足 就變成我現在 也是 就是在吃藥服藥 然後也不能夠懷孕 那當我現在身體狀況 也不能夠懷孕 其實這一切對我的打擊還蠻大的 那你拍戲還是沒有跟謝忻比較同一表現 我們縣不一樣 因為是他都是 他會去附 你懂 市檢 豪門 他會去豪門先 因為跟妮哥 但有時候會是一起的時候 但比較少 就是例如全部 我們市井在一起的時候 可是那種都是比較大場 就是比較水系 就不會有什麼太對手系這樣子 然後他的主要是在豪門那邊 就是他現在 就是跟妮哥 就是曖昧情愫這樣子 然後我是到 我連豪門都還沒有去過 就是我還是一直在市井這樣子 因為我就在管老公跟墮雞 然後就是 所以有機會再講到話 或者是有那一位新聞 所以你都會開下嗎 不會 因為其實我們在化妝間的時候 還是會 我就像上次 那個我們在化妝間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他剛好去錄那個 小楊哥節目 因為也是臨時的 在樓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去幫我跟他講 問他收到那個 純聖信函的眉 我做孔劉告他的眉 然後他就跟我講 然後謝忻也跟我講說 好 我一定會幫你傳達 他跟我講說 他只會當黎明浩 他沒想到 他居然給我當孔劉 然後我也很不爽 還是我們叫韓國一個翻譯 然後寫一封真正的 純正信函 寄到孔劉的公司 我說好 然後就是我們還是有聊這些 講這些 你最近有跟蝴蝶聯絡過嗎 沒有 你看我最想就是已經正式復屬 你會想要鼓勵蝴蝶 可以持續完成 我覺得我不會 我覺得我是會支持 其實他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就是如果他不想要做演藝圈 就也不做演藝圈沒關係 你會不會做演藝圈 其實真的滿久了 對 因為後來都是可能就只有傳傳訊息 這樣子 對 你會不會傳訊息 就是有時候彼此 就是生日快樂或什麼的 這種這樣子 為什麼在 Lilul It I don't know 是不是自己想做的 哲義不是給人的